我就是因為看到這個本質真的不錯 我才有可能會來演 感謝逆局 讚嘆逆局 因為再再已經九年沒拍台劇 預告肯定要好好看一下 一個有計畫的殺人魔 他不會輕易犯案 這個燕聲也太梁朝偉了吧 當初開的所有演員的名單給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各個世代的人都有 從京劇名叫吳興國到新加坡營地黎明順 還有肖仙肉曾敬華竹宣揚 還有張榮榮幾陪會 他第一次跟榮榮等於是再一次合作 其實隔了滿久的時間 你知道在那天什麼 我們那天在開玩笑 大家都看我們長大了 搭個監火說欸 不對啊 就有點亂喔 有點亂喔 我每次看到他就 仔仔你今天怎麼穿這麼少 都穿一點啊 霸王寒流 霸王寒流欸 上次緊張前天拍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淡水直圍那邊 五六度而已 他給我穿一條短褲 我嚇傻眼你知道嗎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今天有過膝蓋 私底下的仔仔 就是如此浮蝕無華且枯燥 再翻譯一下 他的腦容量有90%以上都是角色啦 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把我自己的心理狀態調適到 跟我現在要拍的這個角色 越貼合越好 我可以私生活也用他的方式去活著 所以我在我的家庭裡面 我可能會建立給自己一個小圈圈 這個圈圈是我覺得 差不多快樂夠了 太多了 那我可能要是一個 只有我的一個環境裡面去冷靜一下 我希望每天心裡都有一些平衡 就是或者是有一些情緒有一些宣洩的出口 老婆家庭小孩 能夠 對啊 我覺得他們必須要很理解我做這一行是什麼 那如果對我有期待的人 會可以理解我的做法 不然我們就是拿錢演戲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是 我是希望自己在表演上面 每一場戲或是每一句台詞 都有我為什麼說這個話的意義 所以我會去研究這些東西 感覺你會有第二題的成本 然後再承認嗎 沒有啦 我跟你講我們家庭就放肆 就是家庭生活的時候就會 就會身體啊 狀態啊什麼東西都不管 我就像一個大叔 對 因為我平常我也不修一些蝙蝠的嘛 所以我的鄰居 我們的私底下會見面的朋友 其實都看過我們就是很泥爛的這種生活 所以就純粹就胖了 不是什麼第二胎什麼東西 自己的東新聞報導